歡迎收看 我達人秀第三名 扯鈴界的JJ 各位 直接給他扯鈴看看 歡迎我們張俊華 Yeah 好扯喔 真的有點像林俊傑 好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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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好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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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太美了吧 現在就很順 好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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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又不一樣的又來了 顏色不一樣喔 一次可以玩那麼多個啊 還有第三個 好像是要看摩托車 厲害 好棒喔 對 好棒喔 這麼厲害 不敢相信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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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準 還有 這是什麼東西啊 哇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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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酷了 可愛 帥 張俊華 俊華 跟大家說哈囉一下 你好 自己研發很多新的招數對不對 很酷 還有螢光 也不算新的 但是就是比較少 像這個我們就沒看過 沒看過啊 這個應該叫螞蟻上樹吧 螞蟻上樹 而且很高的螞蟻上樹 移住青天 對啊 沒想到 你們看過那麼多扯鈴 有沒有看過這一招 我覺得剛剛臨場感真的太強了 我們剛剛在第一排 好幾次就覺得會被甩過來 甩到裡面起來對不對 真的是不敢相信 而且最猛的是他剛剛表演的時候 整場西風紀錦最安靜的時候 對 他一直拍手 因為也怕被甩到 對 主要是因為晚了他也累 也累了 對 前面不懂得配速 人家不長得像JJ還真有一點像 有 好眼睛喔 你去哪裡拿到冠軍來 你看瑞士還有參加 瑞士也扯鈴 也有扯 全世界都有扯 是嗎 就是從小到大有比過很多比賽 然後大大小小的比賽都拿過金牌 就是大概數了一下大概有14吧 但是可能還有更多啦 有些比較小的可能就忘記了 四輪你還有人可以五個嗎 有 有 但是不多 只有一些 只是兩三個 三四個 你說全世界 對 就是 五個的難度真的滿難的 兩個 三個就是很快就可以練起來 但是到四個 五個的時候 就會卡比較久 那就跟交女朋友是一樣 不是 一個 兩個 可能還可以處理 對 到四個 五個就太輕了 靠體力 真的不行 五個太太誇張了 五個太辛苦 你們是不是這樣子 這樣子官有變差 五個通常練不起來 練不起來 經常會出包 打下去 是不是容易出包 對 就是因為五個 其實真正在線上的只有兩個 然後可能會有三個在空中 所以有時候可能有 線上的兩個 就台灣的有兩個 三個在國外 他都是用術語在溝通 來 來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 有 有想問 你有結合就舞蹈嗎 因為我之前好像看到過 有一些扯鈴是他會跳舞 然後又 因為他扯得不好 所以用舞蹈來蓋 對 對 真的 他在表演上注意 扯得很棒啊 對不對 就用扯鈴直接吃球對決 他是結合那個體操 體操 就有練過體操 然後舞蹈也有 然後還有就是角色的帶入 可能像孫悟空啊 或者是其他那個角色的 角色帶入 那個滿厲害的 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就是小王子的形象 不錯 有沒有看到 各行各業都有他的精英所在 對不對 看過那麼多 到覺得今天他這個還滿可惜 今天是我唯一看過最精采的 真的 你看這個口碑就妥當了 謝謝 掌聲再給你鼓勵 好不好 謝謝我們的 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